美國總統拜登星期四 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進行了50分鐘的電話交談 白宮表示 拜登敦促俄羅斯減慢與烏克蘭的緊張關係 一名高級官員補充說 就俄羅斯在烏克蘭邊界附近集結幾萬重兵的事件 普京並沒有作出具體承諾 白宮發言人沙奇在抗聲明中說 拜登明確表示 如果俄羅斯進一步入侵烏克蘭 美國的盟友和伙伴將會作出果斷回應 沙奇說 兩國下個月將會參加分別舉行的三輪會談 首先是定於1月10日開始的雙邊會談 接著還有兩輪的多邊會談 一個是北約俄羅斯理事會會談 另一個是在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舉行的會談 沙奇說 拜登總統長真只有在局勢減慢 而不是升級的環境下 這些對話才能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多個月以來 普京一直在俄烏邊界增兵 美國情報官員通過觀察衛星照片估計 俄羅斯在當地部署多達10萬兵力 而同時 烏克蘭也在他們自己方面的邊界一側增強防禦 多年來 前蘇聯共和國烏克蘭一直尋求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希望濟新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行列 俄羅斯強烈反對這行措施 普京的外交政策顧問烏沙科夫說 哈利姆林宮對會談感到高興 但他又說 普京敦促拜登爭取在接下來的安全會談中取得具體結果 俄羅斯提出的要求包括北約拒絕被烏克蘭嫁入 而北約聯盟要減少在歐洲中部和東部部署 白宮官員舉著公開討論他們的條件 暗 재미 暗有恆 暗有春 暗中 暗